清除部分,應該沒問題 再來就是把那個公式總共有七個欄位的這個公式貼上 那只要有三個地方 就必須改成下面這個,所以我把它用那個紅色的粗體字 那改的方式我想應該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這個已經快要變成一個固定的模式了 如果你忘記怎麼做,前面應該都有講的 所以你可以回頭再把前面的影片調出來看一下,應該都有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執行看看 那如果執行完之後,確定沒問題,那恭喜你 這個部分的話你就完成第一階段了 所以清除人事考評,這是第一個是第一個,沒改 第二個改了之後,總共會有七個欄位 基本上是一個一個,一個也幫你做變更 好,那清楚 可是接下來是,跨工作表的清楚 那這個當然難度會比較高 不過將來各位遇到類似的狀況 你也可以把這個當範本 反正喔,範本多用幾次了 熟了之後應該就知道怎麼用了 閉著眼睛也會寫了,對不對 不過最好張開眼睛寫會比較好 閉著眼睛可能會寫錯 沒有 你在誇事啦 以前真的我 你寫的寫成是寫寫到睡著了 手還在動 沒有啦,手沒在動 事情來說是那個,臉上有那個鍵盤的痕跡 因為是這樣,就睡在鍵盤上面 因為以前的電腦跑得很慢 以前電腦喔,你一執行下去喔 因為以前那個486,586的時代喔 那個Rain的話只有多少May吧 那頂多是什麼,3264May 那年代應該 應該都有經歷過啦 好,有些應該沒有 看起來很多都年輕喔 好,那都會花很多時間 所以你一跑城市 他就會一直在那邊等 那有時候你為了要看到結果 到底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 棄而不捨的 那以前的寫城市的那種熱情是比較有啦 然後就會一直想說 用什麼方式可以提高一點效率 然後呢就會去買了一大堆書 然後每個作者的寫法 我通通把它全部都做過一遍 後來我發現喔 以前很有耐心 那我會想說奇怪 明明是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不同的作者寫出來的東西就是不同的 然後你就會去看 後來我發現 我把每個人的東西都看過一遍之後 我發現我寫不出東西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腦袋裡面全部都是他們的影子 那每一個人 那寫成是這樣 每個人寫的方式的邏輯都不同 所以寫出來的結果都不一樣 那因為呢 你太模仿他們的東西的時候 你變成你沒有自己的東西 你就不知道怎麼去施展 所以 像我要教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能頂多給你們的就是 一個比較簡單的敘述 加上可以讓你們複製貼上的一個範本 但是最後呢 我還是強烈建議你自己要動手 因為你沒有動手去做的時候 你沒有自己的一些方法出現 那甚至你可以把我的方法改寫 不見得要跟我一模一樣 可以寫得更好 如果有更好 然後你可以提出來 也歡迎各位可以提出討論 這是最好的 但是我發現好像 好像很少同學會在我的那個城市 提出一些意見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因為我 我好像已經寫得很平易靜忍的 都看得懂 可是好像很少同學會提出不同的看法 所以這不能 不能只有一言堂 最好是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然後歡迎各位可以提出討論 所以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也歡迎你在那個YouTube下面 那你可以老師這個地方 提問題也沒關係 或者你改寫之後的結果 反正都可以啦 我覺得這是比較互動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要跨工作表 這裡面該做哪些事 第一個的話 我們要在外面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那個外面 這個所謂的工作表回圈 那工作表回圈怎麼寫 這邊各位可以 我們先從清楚開始 那工作表回圈 其實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發現 中間的部分 是原來的 中間的部分 然後呢 清除這個地方 外面這個是 工作表回圈 那個時候 同學可能會寫 寫這個可能 就是一個問 障礙 那怎麼寫 其實我是怎麼寫的 第一個 我會先把 也許註結先打上去 好 然後 可以 這樣來看 乾脆就是什麼 這個先拿掉 好 那怎麼 可以把原來的這個清除 拿來做修改 那修改的方式 特別注意 一 你要怎麼去跑那個回圈 寫 這個 你可以在上面 Enter兩項 在上面 Tape一下 然後打一個 for回圈 這個for 另外再起一個回圈 到時候把底下的東西搬進去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怎麼寫會比較好 for 不是I sh 這個sh 這個曲是 序詞的說寫 等於 第一個 到 第四個 Enter兩項 那是 那我要多做什麼事呢 就是當我是第一個的時候 所以 打一個序詞 那怎麼切過去 序詞 挖虎第幾個 序詞 打錯了 序詞 那我怎麼知道打錯 因為刮虎沒有出現那個 那個有沒有 後面有東西 如果沒有東西 就表示打錯 sh 電 slage 這個slage 是我切到第幾個 有沒有 欸 跑第一個 要切第一個 這個時候切過來了 再把中間的東西 搬到哪裡 搬進來 但是 兩個for 居然 同一階 這 這不太那個 合乎 倫理的 真的 因為在城市裡面 我講倫理好像太沉重了 不合乎 規範好了 規範 現在好像不合乎倫理好像是應該的 沒大沒小是應該的 算了 太沉重了 那我強烈建議一定要縮牌 因為我看到同學只要沒有正確縮牌 我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真的 就感覺好像 有那種強迫症的人 桌上亂七八糟 他就一定 渾身不對勁 他就一定要把它收拾乾淨 那寫城市也是一樣 請各位一定要養成好習慣 第一個一定要縮牌 第二個一定要註解 可是我發現 有這樣的好習慣的 太少了 可能是因為你們寫的程式 太少了 所以記得 你可以寫得慢 但是 好習慣一定要建立 如果你這些好習慣建立之後 你程式 自然 不容易寫錯 不容易寫錯 你就會寫得 很 怎麼講 很優雅 對不對 很衝容 也不用說 要回頭再來 修改 看 那不用急救傷 沒有趕時間吧 OK 好 那你就好好這樣子 把它按個TAB 有沒有 就一接兩接 那最好是在這邊再加個註解 切到第一個 做這些事情 做這些事情 清楚 這樣就寫完了 有沒有 好像沒改什麼 關鍵在哪裡 外面的回圈 搬進去 加一個那個 有沒有 加一個那個 縮牌 所以 最後記得切回到第一個 因為它保完 一定會怎樣 停在第四個 對不對 所以最後 在 續著一 把它 最後 切回到第一個 好 所以這邊的話 我再把剛剛我寫的貼回來 好了 然後呢 再加上什麼 加上註解 這樣的話呢 就會清楚 有沒有 以後你回頭看 就沒問題了 那如果說 你這個寫的出來的話 後面的東西我想應該都一樣 後面的東西呢 其實只是怎麼樣 把公式再加 到清楚裡面 有沒有 然後呢 把I一樣再把它改一下 可是會有個地方 最大不一樣 就是那個 我們的名次 rank rank呢 因為它每一個列號都不一樣 也就是 比如說這個地方 我們第一個是40列 可是下一個可能101列 那怎麼辦 我在這個地方 把那個 抓最下一列的那個 把它獨立出來 獨立成一個什麼 一個R R 也就是說呢 我將來抓到這個R 有沒有 抓到放在這邊 然後並且可以給誰用呢 給這個 rank用 因為rank的最下面一列我不知道 所以最大的差別 其他都一樣 所以 那最後呢 這樣就寫完了 那為了避免 切換的時候有閃動 另外就是說 效率要提高的話 我建議 我強烈建議 你要加application 點screenupdating 等於false 為什麼 因為它如果沒有這樣切換的話 它的效率 至少會增加一倍以上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直畫畫面 它那個CPU 會重新更新那個畫面 所以它會花很多時間 跟效能 在更換畫面上面 那效率就會比較差 所以我建議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把它加一下 這個畫面更新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清除嗎 這個時候有沒有 按一下 清除 不過你會發現 反而清除比較慢 有沒有 反而這樣咻一下就好 好 理論上 清除的話 你也可以再加一個什麼 把它關閉 它就全部清除了 OK 好的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這三段程式 這幾段程式 也都在雲端上 所以我建議各位 一定要養成好習慣 只要有寫 這個程序的時候 就記得把那個 注解加上去 然後呢 縮盤一定要加 好